因为我们有而别人没有 别人有的也大都是渊源于我们中国的武术 比如说日本大力推展的柔道、空手道、摔角以及韩国的跆拳道 都与中国的武术关系密切 其中柔道起源于我们的摔角和勤劳 空手道深受我国南方拳法的影响 而跆拳道跟我国北方拳法大有关联 至于摔角分出我古老武术 在皇帝占石油的时代就有了 中国摔角由来已久 它以摔为主 涵盖了琴、拿、点、把等动作 不但敏捷活泼 动作更是干净利落 可以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也最具特色的武术 金闭统在你历史 这是老布 旅馆 Level 在南方拳心中 我们一切都不是知道 我们用满路的厄室 跟итай車之间 糖比同 旅馅 北条 在没有简易的兵器之前 我们的老祖宗为了抵抗敌人 也为了防卫猛兽的攻击 于是凭借着赤手空拳和敌人猛兽 肉搏摔打 这种肉搏摔打的技巧 跟中华民族历史可以说是同样的悠久古老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 就是我们最悠久古老的中国武术 摔角 摔角 起源于皇帝时代 当时称为脚底 自皇帝起 摔角因为朝代不同 而有各种称谓 如脚底 脚立 香薄 香铺 薄盒 灌椒 扇扑 布库等等 不管摔角是什么名称 一种武术 能自皇帝流传到今天 可见其自有流传的价值 周朝时摔角 有名角力 与六义中的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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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受重视 射是射箭 射是骑马 摔角 射箭 骑马 是军中必备的战斗技能 在清朝 摔角 是一种盛行的武技 满清政府 曾设立 善 善 扑营 以便八旗弟子 学习 护酷 护酷 是一种摔角的满洲化 凡是学艺有成的 皆留在营里 担任皇宫侍卫 在民间 摔角普遍流行于北方 真是因为北方开阔荒凉 盗匪出没无常 为了防身 不少人练点摔角武技 如此不仅对外有防身作用 对内也有健身效能 中国摔角 手中技巧 重视随机应变 要求一出手 就可以把对方摔倒 因此 中国摔角的传统规则 以摔为主 以身体铺地为输 同时应用技巧 一来保持身体平衡 二来 使对方失去重心 并将之摔倒 历朝历代 无论君王百姓 都重视摔角 年传至今 摔角的价值 依然不可抹灭 比如维护社会治安的人员 免不了要接受训练 摔角就成为 重要的科目之一 夺刀 夺枪 是景观学校的 基本必修课程 采取安全比赛规则 运用 点 打 拿 摔 在闪躲后 制服对方的 实用摔角技术 摔角 跟其他武术 跟其他武术一样 必须经过艰苦的历程 才能有所成就 比如刚入门者 必须学习基本的眼空 所谓眼空 指的是单人的训练 基本眼空训练 分为定步眼空 和活步眼空 定步眼空 也就是战装 他包括了 三瓶 仙人赵静 李奎摩甫 犀牛望月 燕子超水等等 活步眼空 也就是基本动作 原来基本动作 有二十四种 火锅摔角大王 常东升 把他整理摘要 移成十个基本眼空 他包括了 斜打 环轴 索州 索州 钓路 钓路 道路 下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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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把 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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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把